感谢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失误 第三 继续感谢 感谢美国内部力量的互相拆台 相互掣肘 相对于现在的民主党 其实特朗普是美国政治舞台中心最清醒的那个人 因为特朗普看清楚了 美国的真实实力与美国的全球布局之间的矛盾 他懂得该收缩的时候就要收缩 但是民主党这批人甚至美国的整个建制派不喜欢这套 因为那意味着承认美国的实力不足 与民主党交好的华尔街金融资本 也比美国的产业资本更需要维持全球扩张 这样才能根据需要制造某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驱赶资金回流 另外 特朗普一贯主张联俄抗中 如果他的策略得以实施 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只不过特朗普被美国的建制派用通俄门给废掉了 当然特朗普也没闲着 一上台就把民主党奥巴马的TPP给废了 算是帮中国去掉了一个威胁 等到特朗普下台 拜登引爆俄乌冲突 对俄罗斯实行了历史上最严格的全面制裁 美国联俄的尸间窗口已经关闭 拜登的先俄后中会让美国不断失血 直到休克 还给中国延长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让战略机翼期延伸到了2023年了 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在遏制中国的目标上高度统一 但在遏制的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正好可以借助美国的政治体制放大 互相责怪 互相拆台 最后谁也不负责 这是第三 感谢美国内部力量的互相拆台 相互撤走 继续感谢 第四 中国已经赢得了关键之战 失去了制造业的美国 将失去所有 2018年 特朗普就跟中国摆出战略决战的态势 但是美国内部的分歧 分散了美国本就不足的力量 别小看这五年 这五年是中国制造业打破美国封锁的关键五年 以华为5G手机和麒麟芯片的回归为标志 中国利用这五年 补上了一个关键的短板 我们去年的文章就做过分析 中美之间的主战场是经济 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主战场是芯片半导体 中国利用这五年 打赢了中美决战 主战场的胜利 今天吧 好像今天早晨 好像今天早晨 这个最近这几天 这个华为的新手机推出了之后 关于那个新手机 到底用的是什么芯片 就是很多 这个号都在爆料 然后大家最关心这个事 这个美国的这个我看 沙利文好像昨天也发表了一个讲话 说这个 这个对于华为这个手机 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芯片 说美国现在正在跟踪 正在这个研究 还没有下出得出结论 说美国会继续跟踪这个事情 沙利文表态 那么在各方关于华为的这个新手机 到底用了什么芯片 这个里面说有一个叫极客湾 一个极客湾发了一段视频 说这个视频是被这个网上 这些up主们 包括说业内的人士认为 说是最权威的一条视频 这个是 因为最权威啊 还是怎么回事 特奇怪的是 说今天凌晨 这条视频全网下架了 为什么全网下架了呢 说是不是因为这个 这华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测试 这个这个这个芯片 手机一拆开 然后这个 709000S芯片 测这个这个评测 之后 就一看这个结果 就 太正面人心了 就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 那么这就等于暴露了 说中国早已经弯道超车的事实了 为什么说把这个下架了 就是怕美国恼羞成怒 因为我们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 因为 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的就是悲观主义的 或者说可能是 这个反华 这些这个反贼们说的 说这个 绝对不是太先进 为什么下架 说你要 因为你要是太先进的话 早就大吹特吹了 这这绝对不可能是太先进 有的还说说是吃台积电的剩饭 还有的说 华为用的是库存 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个极客弯 他对这个麒麟9000的S芯片 这个评测的这条视频 确实在今天凌晨全网下架了 主流的声音是 华为的东西太先进了 包括今天中午我们的哥们 他也是这么说 太先进了 都不好意思让他们看了 怕美国人自卑 如果真是太先进了的话 那可能就对应了这个文章里说的 中国利用这五年 打赢了中美决战主战场的胜利 文章接着说 说这个胜利 类似于中国打赢了淮海战役 因为从此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制造业都不具备 绝杀的力量 美国不再有资源 能够在制造业跟中国进行决战 接下来美国的制造业 会被不断压缩生存空间 美国的科技实力会加速枯萎 美国的头部企业因为失去了 中国的市场 让美国极有可能在失去通信制造业的领先之后 再失去半导体芯片领域 而半导体成为中国的优势产业 如果现代工业的粮食 不在美国的手里 引号的粮食 传统工业的血液能源 又越来越脱离美国的控制 未来美国凭什么跟中国竞争硬实力 卖过了这关键的一关 中国的制造业会势不可挡 美日欧的去工业化 还得再来一波 因为工业能力出现了诸多的短板 美国的军事优势还能不能保持多久 还能保持多久 美国现在连船舶维护保养能力都不足 更不用说造船能力 没有制造业的加持 美元凭什么继续保持现有的地位 美国的信用来自于硬核实力 硬实力主要取决于制造业 从英国的衰落轨迹看 失去了制造业 就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全球科技中心 也都是随着全球制造业中心走的 中国现在在科技核心数据上 对美国的超越 已经说明了这一趋势 无法避免 如果再失去了科技的地位 美国还有什么呢 美国的未来说不定就是安心做一个农业大国 还有美国丰富的资源 做一个能源输出大国 这才是发挥美国的资源禀赋优势 有点像澳大利亚 听说我们的哥们就说 澳大利亚有什么 澳大利亚不就是原字号吗 说考虑到美国人 美国人现在的实字率只有79% 这才是未来美国最合适的定位 他说美国人现在的实字率只有79% 所以美国还是做一个农业大国 做一个能源的输出大国 才最对美国来说最合适这个定位 既然曾经的另一个超级大国 苏联主要的继承者都已经去工业化 成为能源和粮食出口国 为什么美国就不会这样呢 随着美国硬实力的迅速的衰减 美国的软实力也会加速的衰落 为什么最强的软实力出现在最强的国家 这是因为软实力最终还是要以硬实力为基础 很多人对西方的崇拜本质就是木强 就是对强者的崇拜心理 一旦美国人的自信心被硬实力的衰退打掉之后 美国的衰退就会全面加速 未来啊 不但美国有可能去工业化 成为农业国和能源国 而且美国也有可能以苏联为榜样 也分崩离析 第五 百年变局 一切皆有可能 这篇 这个信心十足的 热情洋溢的 这才是很自信啊 这个自信的这个文字 要结束 第五 百年变局 一切皆有可能 美国的最高光时刻是苏联解体 美国一统全球经济 但美国的衰败加速也开始于此 失去了外部对手的美国 开始让资本放飞自我 美国工人三四十年的实际工资没有涨 而富人越来越富 去工业化 则让美国的硬实力无法支撑起超级大国的地位 连年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是美国衰退的两个经济标志 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压制着美元 美国现在依靠用电量下降 还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神奇统计技术 创造着账面的花团紧簇 这是一个已经烂透了的国家 美国下了一大火 让资本的冷酷和美国的人权真相再次大暴露 美国支持日本向海洋抬核污水 彻底暴露这个国家的无底线 坏事做多了 会遭反噬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是吹的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不能满足做抗客 你我要做的 就是盯着美国在中国的同盟军 从认知战开始 盯紧那些内外勾结 配合美国的力量 让他们有所忌惮 同时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 我们一定会看得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篇文字应该给全国人民都读一读 听一听 以壮壮士气 感谢美国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